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 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收听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的生命故事集 云彩飞扬 我是静怡 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 想想自己的生命 朋友 你想过自己最高可以到哪里 最深又可以下到哪里 最远又可以跑到哪里吗 今天我们请到的故事主角 他真的是一位非常强大的人 他是谁呢 就是杨慧桂 Koala 哈喽Koala 你好 你好 非常欢迎你 Koala是一个年轻的宣教士 有你在录音室里面 我就觉得整个录音室都活泼起来了 要不要先跟我们讲一下 你最高到哪里 最深又到哪里 最远还跑到哪里 最高目前在台湾的话就是玉山嘛 就是玉山就是台湾最高的山 所以不久前过年前又再上去了一次 所以这一次是第二次上到玉山的祖峰 那其实上礼拜也才刚从玉山下来而已 虽然说没有到祖峰但去了玉山的不一样的山头 哇真的太佩服了 所以其实上山是你的家常 现在变家常了 就真的很喜欢在山里面的感觉 而且我知道海洋对你也有很深切的呼唤 我觉得跟山比起来是少了那么一点 但是我还是蛮也是蛮喜欢的啦 所以像在海里你会从事哪一些运动 如果是海的话我会比较喜欢独木舟或者是赞奖SUP 哇真的太厉害了 然后我们也知道说你也常常爬爬灶对不对 到哪里去了 去了蛮多个国家 对啊比如说像美国啊英国啊 尼泊尔马来西亚 文莱啊香港啊 对就蛮多一些国家 像东南亚国家就还蛮常去的 像这些国家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 哇印象最深刻 哇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故事 都很棒 都很有不一样的印象 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听到库拉跟我们讲这些 觉得好羡慕 但是库拉说实在 我知道小时候长辈好像觉得你有一点算是比较顽皮 是不是 对因为我是老二嘛 老二通常就比较特别一点点 特别到什么程度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我上面有一个姐姐 下面有两个妹妹 为了求生存总是要不一样嘛 所以就是出头会比较多一点点 就喜欢乱搞啊 就是搞怪啊 就让我的家人都很头痛 是 你还记得大概你曾经做过哪一些比较疯狂的事情 比较疯狂哦 我只记得就是可能会把玩具塞到鼻孔里面啊 或者是去乱剪玩具的头发等等等之类就是会让妈妈很生气 受不了的 我觉得像在以前啦 大部分都希望小朋友就是乖乖的最好坐在那里看看书啦 听听音乐 但是库拉我们刚才听到你的分享 知道你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力 所以在那时候会有长辈觉得你太好动或者是不好管这样子吗 有啊 然后脾气又很差 动不动就生气 不顺我意就生气 是哦 可是如果有这么多好像对你负面的批评 那么你在那时候你是怎么看你自己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还小吧 就是其实真的不太懂这么多 然后就啊反正大家都是这样讲啊 我就是这样子 就好像就认定自己就是这个样子的人 嗯 所以这是一个稍微有点负面的一个感觉 对啊 但是我知道说你在19岁的时候认识了耶稣 嗯 那时候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个时候 其实就是 我其实过去我是练跆拳道的 那其实是陪伴我很长的一段时间 大概10年的时间 但因为我高中毕业的时候 其实我的身体也因为练跆拳道的关系 所以嗯 其实已经蛮多伤了 那我也觉得我不想要继续练下去了 因为我也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上 我的成绩就卡在那里 然后加上我姐姐没有读大学 所以我妈妈非常希望我读大学 我就有点被迫的去读 那其实我本身是想要出国去留学的 但因为妈妈的关系 所以我就必须一定要去 那可是我就每天翘课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的生活的目的 一直是到大学二年级 然后有人把我带到一个咖啡馆 它是一个基督教宣教机构开的咖啡馆 所以在那边的话 我就认识了很多宣教士啊 还有很多台湾人 我觉得在那边就让我觉得 我自己好像是有一个目的的 我知道我的生命 为什么而活 那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福音 但那时候听到福音我就说 哎呀不要跟我讲啦 我不要相信啦 这个就是左耳听右耳术啊 就是一般人大家听到耶稣的反应 我也是那个 我甚至还会叫他 你闭嘴不要再跟我讲了 我觉得我就是不要听就对 但是在那边的人我就觉得很好奇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 我根本不认识你啊 你为什么要关心我 有没有去上课 我没有吃饭等等等等 我就觉得很特别 但是我就觉得那里有一个吸引力 让我每一天晚上 我都想要去那里 就是在那边聊天 或者甚至我在那边 我都不想要回家了 因为当我回到家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 在一个套房里面 我觉得有点 就是很空虚 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坐在这边 为什么我刚刚明明 就是可以很开心 一回到家 我就觉得我的人都空虚掉了 我觉得就是在那边的时候 我感受到 因为他们是基督徒 他们那种无条件的爱我 所以让我很想要 也来认识这位耶稣 哇 听了好感动哦 因为我刚才能够了解到说 像如果小朋友 从小就是比较不被原生家庭接纳 那你现在接触到的是 这个基督大家庭 每一个人都接纳你 而且他们都发自内心 真的关心你 所以是有一点点那个反差 我觉得是这个温暖的力量 吸引你吧 对啊 对 没错 太好了 但是从人得到温暖 和你真的选择这个信仰 中间还是有一段过程嘛 你后来是为什么 愿意自己来选择 要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 我觉得 其实又是一个另外一个过程 因为刚开始 我是一个很重朋友的人 然后当朋友说 这个东西很好 这个 这个不是说 这个信仰很好 我就觉得 哦我也想要 所以是因为朋友的关系 我接触了这个信仰 我想要跟他们一样 所以都是因为朋友 而不是我自己 但是当我好像开始有人 门讯我带着我的时候 陪伴我 我就发现 这其实不是我跟着他们 而是我自己 也想要经历了这一些 所以到最后 就是我自己 很想要来认识这位耶稣 而不是只是因为朋友说 很好 我就想要来认识 所以就变成是你 真正的个人的选择 对 那你休息之后 你觉得自己 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会比较愿意分享 特别是跟家人 因为我觉得 好像大家都会说 跟你最亲的人 总是伤害最多 因为你就是可以很直接 那我的脾气 就是比较暴躁 然后就是我没有耐心 就是讲话就是 就是很不耐烦就对了 但是信主过后 我觉得我是可以 愿意的分享多一点点 跟我的家人分享多一点点 我可以跟朋友分享 没有问题 但是跟家人 我就是有慢慢的 可以分享的比较多 甚至我妈妈她也有感受到 我真的有改变 真的不一样 所以连妈妈都亲自 说了这样子的话 我相信 你对家人呢 真的是带来了祝福 可不可以再聊一下 就是因为你刚有讲到说 你们手足之间 其实有的必须要完成 妈妈的愿望 然后有的是 好像让父母比较失望 可以谈一下 你自己认识神之后 你怎么样去 跟你的手足 建立更好的关系 我觉得我还在这一块 还在努力当中 就是因为我其实 国中毕业 我就离开家里了 所以我根本没有住在家里 那就算在住在家里的时间 也因为练了跆拳 所以我早上去学校 下午就去道馆 晚上也在道馆 所以我最长的时间 都是在跟跆拳道的朋友 而不是跟家人 所以加上跟家人 就是也不会沟通 也不会讲到这么多 所以都是很少的对话 那因为又来了台北 国中毕业 我就来了台北等等之类 所以其实跟我家人的关系 是没有很紧密的 我自己 但是我的姐姐妹妹 她们就还好 因为她们都还在家里 那特别是我最小妹妹 跟我差了九岁 就是其实年纪差蛮多的 所以这其实是更不熟的 但因为过去 去年有一段时间住在家里 就是我十几年来住在家里 最长的时间半年 所以我觉得那个沟通 就是当然住在家里 我就必须要讲话 就是我必须要跟他们 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有 好像有慢慢慢慢的 好像比较认识我的姐姐妹妹 这样 我听你的见证 我自己有一个体会 好像就是你过去那些曾经受伤的 或是比较没有那么顺利的部分 我觉得好像上帝都慢慢慢慢的 在帮你修复起来 感谢主 那你刚刚有讲到说 像你从小练跆拳岛 你受了很多的伤 就是身体上面的运动伤害 有比较严重的状况吗 所以很多 不是说这个左手的第四指是歪的 我鼻子也是歪的 然后左手的手腕也是断掉的 然后膝盖 右脚的膝盖的半月软骨也是受伤 受伤的 所以就是大大小小 那就不要算扭伤拉伤什么的 但这些就是都蛮长的 但是你那时候受伤的部分 你不见得有家人在旁边呵护 所以你那时候是怎么度过的 其实那时候因为我比较小嘛 很多伤都是在国中以前 就除了膝盖的半月软骨 那个是高中 我已经不在家 但其他的伤都是我还在家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家人的照顾 对 那高中的时候呢 高中我就 就痛啊 然后就旁边的朋友的照顾 是 就等于出外靠朋友 是 真的很重要 其实建议这样子的请问你 是因为我知道 在前不久 你曾经也是受了一个伤 而且是蛮严重的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我的左脚膝盖 也有 也开过刀 也是开了半月软骨 跟十字韧带的刀 那两年后又再一次 我不小心 受了伤 这次不是练跆拳道 而是我转行 我去练了空手道 然后就 我因为在练空手道的当下 我做了一个跆拳道的动作 可是那个其实是 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简单 不太难的一个动作 结果可能因为我上个礼拜刚爬完山 小腿太紧绷 然后我又有点太太嚣张了 就是有点太爱现表现自己 所以就不小心一个太快了 就听到一声就再一次我左脚的半月软骨 它断掉之后直接滑到病骨的中间 膝盖的中间 我就脚就不能动了 就没有办法伸直 哇所以当下就听到那个声音是不是 对 真的 所以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个状况 非常严重 而且加上是第二次 所以又更严重 那当下是马上进医院吗 当下呢 其实那天是我空手道检定的考试 我已经考完了 然后我只是在旁边练习 然后结果我教练说 来哭了上来领奖状 结果说教练脚受伤了 他说呃怎么会 我说呃对受伤了 对所以当下没有马上去医院 而且其实医院就在道馆的附近啦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真的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 因为我觉得我的脚已经软掉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就打电话给我的朋友 我说呃那个呃你有空吗 可不可以来载我 他说呃怎么了吗 我说呃我的脚好像用到了 所以他们就呃赶快赶快联络人 赶快就是来载我 对啊 所以你好像经历了那个心情三温暖 哦 本来很开心考试考过了 对 结果受伤 嗯哼 还不能去领证书 对 嗯嗯嗯 再跟我们讲一下 你当下嗯嗯有觉得很担心害怕吗 有其实我也觉得很无奈 对 怎么说 就觉得该不会又再一次了吧 因为我真的升不值 然后脚又软软的 然后又听到叭一声 因为上一次叭的那一下就是我的半月软骨也破掉 所以其实就蛮担心的 对 然后就 唉不知道该怎么办 身体又真的好像无力整个人是软软的 无力我想说唉怎么会 就是我自己想要做什么都做不到 嗯 哇所以那个心情其实是五味杂陈蛮多的 非常好 过去的感觉也涌上来 对啊非常的多 嗯嗯嗯 你心里会不会想说 为什么上帝没有保护你 因为很多人甚至可能会问说 唉你不是基督徒吗 你的上帝应该保护你 怎么你会受伤呢 嗯 你面对这样子的一些疑问 你自己心里是怎么的想法 我觉得那个当下我还没有到责怪到上帝说 上帝你为什么没有保护我 为什么又让我受伤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的脚的状况 我知道他肿起来 我没有办法伸直 但是我没有下一个结论说他断掉了 所以我没有到责怪 而是就是很痛很痛不舒服 一直到检查出来 知道断掉的时候才唉 但是没有责怪 也不是到责怪就只是 为什么又再一次 对 比较是这种心情 嗯 所以心里还是涌现出这个 为什么 对 你觉得当下 嗯 你的神有安慰你 或是给你什么答案吗 嗯 我觉得比较安慰的是 因为我的 哦 就检查报告出来之后 然后好像就是确定 好像需要开刀 嗯 我有点忘记了 但是 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妈妈 跟我的妹妹 老三 他们在 然后他们一听到要开刀之后 他们就说他们 就离开那个诊间 他们就马上打电话说 哦我这个时候可不可以请假 等等等 因为我的女儿要开刀 我的姐姐要开刀 所以我必须我可不可以让我休息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安慰 那是一个哇 就是他们真的很在乎我 就是他们必须把这些把它撇开来 就为了要想要照顾我 对 真的很感动哦 嗯 所以在过去 其实跟家人之间是有点距离 这个距离 不光只是关系上 而是真正实质上 有多少公里 这样子的一个距离 但是 因为爱 所以 能够让你们很紧密的 重修了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嗯哼 在这边我们也想请问Koala 嗯哼 就是说 嗯 其实我知道这一次的受伤 嗯哼 跟以往不太一样 是这一次你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 才好起来 对 所以这个过程 可不可以跟我们也描述一下 哦 这是为什么我花了这么久 是因为 第一个我知道 我不再年轻了 哈哈 我 我需要真的 好好地照顾我的脚 我需要让我的脚 再一次的可以活动 因为我想要再一次的去爬山 所以我很努力 即便要花很多钱 但是我愿意 把钱投资在这里 因为我想要看到 我可以再一次的自由的 去到我想要去的地方 甚至是上帝要带我去的地方 对 然后 第二个原因就是 因为我想要爬山 所以我真的要好好的训练 对 第二次了 不可以来乱了 就是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好 不然我有很多事情我想要做 都没有办法做 就会因为我身体的关系 但我想要把它撇除掉 这一些可能性 所以我很努力的 花了大概半年多的时间 来去复健 甚至 可能有超过半年的时间 来去复健 然后刚开始就是 每一个礼拜两天 就去复健 对 到最后就是一个礼拜 大概一次这样子 这真的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而且其实复健 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只是运动而已 这当中 有人复健到哭 对不对 也是会痛 非常的痛 所以 你怎么去克服 这样子的痛呢 我觉得 刚开始 我去 我要做复健的时候 这个复健是 刚好也是基督徒 然后他就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复健 你复健的目标是什么 我就跟他说 我想要再爬山 他说 他说那你负重会多少 我说 大概15公斤吧 他说 好20公斤 我就 20 我说 好 可是那时候我的脚 是受伤的 还在复原当中 20公斤 怎么可能啊 我连走路 基本的走路 都有问题 怎么可能背东西 走20公斤 背20公斤 然后走在山里面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就 帮我 问了我这些 所以我的目标 就是20公斤 然后我也跟我朋友说 我的复健是现在跟我讲说 我要复重20公斤 我想说你疯了吗 但是我朋友说 好啊那以后都给你背 反正20公斤嘛 你OK啊 反正那是你的训练 对啊 所以我就 对 这是我的很一个很强大的目标 对 所以这也很奇妙哦 就是这个复健是跟你是相同信仰的 对 对 他有帮你祝福祷告吗 他没有 但是他就是加油 加油 是 是 哇 一起努力 一起fighting 这样子 没错 我想说 Koala 其实 他的经历 是现在很多 我们正在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 有可能的经历 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风行运动 可是运动伤害就是难免 所以 等一下呢 我们还会再继续跟Koala 再聊一下这整个的过程 还有Koala到底是怎么样 在他的信仰 还有在基督大家庭的爱中 能够完全的恢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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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故事的主角 楊 會貴Koala 亲爱的朋友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云彩飞扬 我是静怡 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神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 刚才我们有讲到故事主角Koala 他是一个运动健将 上山下海都难不倒他 但是呢 嗯 在前不久的一次受伤 其实真的也让Koala吃了很多的苦哦 Koala我们知道说 嗯 在这一次的受伤当中呢 其实你真的是很勇敢的在做复健哦 嗯 因为我们有看到你脸书的一些分享 觉得非常的佩服 嗯 那我也知道说现在 其实我们很流行很风行做运动 所以运动上海有时候难免 嗯 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下 这当中你的心情 有没有曾经 嗯 真的就不想做了 然后怎么样又继续 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哦 我觉得一刚开始我特别特别不想做 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做不起来 我就是看不到我可以做多少 基本上的一个很简单的一只脚站着 我受伤的脚站着 蹲 我的膝盖可能弯不到五度吧 我就觉得我尽了我全身的力气了 我已经在冒汗了 可是我就是做不下去 对我觉得就是那个心境真的是有点很难去讲 就是我尽了我的权力 但是我没有办法 但是我的旁边的父亲就说很好很好 对你真的 对有有比上次好很好 他就一直在旁边一直鼓励我 对我觉得即便刚开始很困难 但是因为因着他的鼓励我觉得有一点点开始慢慢的进步 然后因为不是每一天都去他那里复健嘛 因为我自己还是有评估我的经济的状况 所以我没有去他那里复健等于是要在家里复健 那在家里的话当然就会懒惰 你不会有人去看着你 你只能自己靠自己的力量 但在家里就是会懒惰一下 然后可能就做一下就休息很久啊 然后就没有做啊 或者是明明需要再做的比较激烈一点 或者比较困难一点点 但因为旁边没有附近实在 就好像可以偷懒一下下 所以这个心情真的是起起伏伏 我知道说非常多的人在为你祷告 但是在讲到朋友们怎么为你祷告之前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是怎么为自己来祷告 在这整个的过程 假如你心情真的觉得还蛮沮丧的时候 或者需要鼓励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来为自己祷告的 对我来说很简单 就是我就好足啊 帮我加油 就是就是有点很简单的 而不是那种很复杂 他说come on 就是加油努力点 站起来 就是大概类似这样子 是是 怎么跟神求让你康复 我其实没有求这个 我只有祷告 我就说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我的 在弯弯的转弯期 所以我其实我就是 上帝你到底要我干嘛 跟神有一个对话 我觉得其实我没有跟上帝祷告说 上帝你医治我 而是就是上帝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我现在就是个很像一个废人 我的脚根本没有办法动 我就只能每一天坐在沙发上 就这样 上帝我想要为你做多一点 我想要在 我想要出去传福音 我想要看更多人信主 等等等等之类 但是 我现在只能坐在这里 我早上坐在那边 坐到晚上去睡觉 我的生活就这样 我觉得这个就是上帝你到底 为什么 为什么又让我再一次的受伤 为什么让我再一次的 没有没有办法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为什么你只能让我坐在椅子上 上帝你到底到底要我 你到底为什么要让这件事情 再一次的发生 对所以我觉得我比较是 在问上帝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那时候 你跟上帝有一个很真实的对话 对 你就把你心里面真正的想法告诉他 对啊 我就真的觉得太无奈 为什么又再一次我不懂 当下的确是这样子一个蛮真实的感受 而且我知道那时候 其实本来你有一个工作的计划 就是你刚才说 你是很想要更多的再去传福音 有一些计划这样子 结果好像就被打断了 对啊 就是我想要做很多 我甚至想要把就是户外如何跟这个福音啊 跟门讯如何的把它连在一起 但我就不能动 那我到底要怎么做 而且又加上疫情 整个全部蛛啊 为什么 是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很多我们说就是 有自己的计划 但是呢 我们要面对太多的变化 对 对自己身体的状况 或者是外面疫情的关系 大环境 这个世界 我现在想要请问就是 你知道很多人在为你祷告 嗯 他们有哪一些祝福呢 任何祷告啦 或者是他们给你言语的祝福啦 甚至实质的一些帮助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祷告的话就是 就是他们就是会祷告嘛 甚至也会传简讯给我啊 那因为我没有办法到教会去聚会 因为我的脚的关系 然后加上要去到教会的话 可能真的是需要有人在 那所以 当然有时候会有人在我一起去教会 或者是甚至 有教会的人 他们就会 帮我送食物来 因为我自己可能就 比较不方便 因为我需要拿两只拐杖行走 或者是 如果好 我真的可以站在厨房煮饭 但煮好了 我好像也没有办法把煮好的菜 端到餐桌吃饭 因为我如果两只手拿着盘子 那我就不用走路了 因为我需要拐杖 然后甚至是 在后面比较好 慢慢的康复一点点 可以拿一只拐杖 或者是那时候已经开始在 慢慢练习走路的时候 因为我朋友知道 我在家里会疯掉 所以他们就会 走 夸了我带你去透气 就是他们就会可能把我 就是带到河边去啊 就是跟着我一起走路啊 或者在之前 他们就会推轮椅 把我推出去 然后去透透气啊 去就是吹吹风 让我可以 不是每一天都关在家里里面 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很棒的祝福 因为他们知道 我真的需要出去 他们也知道食物很重要 因为我也很喜欢吃 然后特别又是他们煮的 所以我觉得 当他们为我做这些的时候 我真的很感动 就是祷告也是 我就觉得哇 真的有感受到那温暖 即便我现在真的上帝 你为什么 为什么让我只坐在这边 但我那个时候 还好真的有这些基督的肢体 来关心我 不然我觉得 我可能会更憔悴吧 对 你刚说到基督肢体 其实讲的就是我们 基督大家庭当中 我们说像兄弟姐妹一样 弟兄姐妹的家人 对 所以好像我们这个手足啦 肢体 所以是一个很紧密的关系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知道其实你非常的感动 有没有曾经感动到 稍微偷偷哭一下 其实是我是很轻的 我就不想被他们发现 就赶快把它擦掉 哈哈哈哈 对啊 当然都很感动啊 对啊 我觉得甚至是要从医院 要回家的时候 可是我的家人回家了嘛 但是我这么的不方便 我一定要有人来载 所以我的朋友们 他们就去借了车 然后把我载回家 对 然后即便都需要 花他们很多时间 比如说要去借车 要找人开车啊 还要帮我扛东西啊 等等等 对他们 哇就是真的很感动 对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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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写到说你真的非常感恩 那除了感谢上帝呢 当然还有很多你刚才说支持你的 这些我们基督大家庭当中的弟兄姐妹 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再说一下你心中的感恩 好啊 我觉得真的是感谢你们在我真的这么软弱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很感谢我的朋友们还有我的家人们的陪伴 就是受伤的这段时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做什么事情 我其实真的就是很力不从心 我就觉得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让我再一次受伤 那即便在这个彷徨里面我不懂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因为有你们的陪伴让我好像真的可以好好的走过这一段 我在这个人生阶段里面我觉得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不仅仅只是在祷告啊在食物啊在知识方面 你们甚至就是出现在我的身边 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甚至就是因为还有想要再一次跟你们一起去爬山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更大的动力 让我知道我必须更努力的来復健 因为当我可以很努力的来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的脚真的可以好好的来康复 我是有一个很大的目标 即便在这些不懂的状况当下 因为有你们陪伴让我真的可以 好好的走过这一段 我觉得比较难过的一个痛苦的一个历程里面 对 那么对于爱你的天父 有没有什么感谢的话想要跟他讲 我觉得上帝让我再一次看到 我不用这么努力的去就是装作坚强 当我必须要软弱下来 因为当我软弱的时候 其他人才可以来帮助我 在我脚断掉的时候就是我最软弱的时候 但是在那之前我可以什么都靠自己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却什么都要靠别人 再一次的上帝让我学到 我真的需要别人帮助 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好好的来完成 虽然这段真的很痛苦 我不喜欢我很讨厌 但因为也有这一段 我才可以再一次的学到 我真的需要他人的帮助 而不是什么都靠自己 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大家庭 肢体们彼此相爱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们看到 不光是静怡看到 应该所有人都看到 现在Koala真的超级强壮的 你自己有觉得自己变得更强壮吗 当然有 因为上礼拜才刚从玉山前峰下来 因为那边是真的是爬坡上去的 那其实这整段路程 我都没有用登山杖 但其实他其实是可以 对我来说是一个保护 甚至我也会贴基贴保护我的膝盖 但这一次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不是想要证明我自己 而是我只是想要试试看 我的脚的恢复的程度 但是上去跟下来之后 我的脚是没有任何一点的疼痛 甚至也没有痠痛 我就觉得哇 我的脚真的恢复了很多很多很多 甚至是超乎我意料之外 我想说我可能会不舒服等等 结果都没有 所以我就是真的感谢上帝 真的让我的脚好像恢复了 哇真的好棒哦 我们知道说 其实你本来就一直想要 把运动跟福音就是放在一起 你觉得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因为我们的信仰 就是在生活当中对吗 对 那谈谈你未来的计划 因为我知道说 其实你已经计划好 要有什么单车课程 是不是呢 就是这个月底会去上一个 自行车领队的课程 对啊 然后至于户外 怎么跟这些福音结合 我觉得户外真的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因为当你一走到户外的时候 其实你手机很自然的 你就不会随时看着它 你可能顶多就是拿出来拍照等等 但是你却与人有一个很多很多的对谈 甚至当你在户外的时候 你的身心灵好像都放松下来 而不是这么的紧绷 甚至你可以好好的跟另外一个人沟通 然后甚至可能有一个很好的对谈 我觉得在户外它就是有一个魔力 让你是好像跟原本的你好像有些微的不一样 甚至愿意更多的分享 更多的聆听 更多的想要有所不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很想做的 然后就是真的就是用我的生命来去陪伴另外一个生命 对 开始跟你身边的人 或者是你在这个机构里面开始承受这些感动 或者是一些我们所谓的使命去传福音的时候 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去传福音的族群 我觉得特别是可能像我的背景吧 就是运动员啊 或者是那些可能在学校比较多问题一点点的学生 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更多的来去理解他们 更多的懂他们在想什么 对 就特别像现在高关怀的孩子 我真的很想就去陪伴着他们 让我的生命真的可以来去影响他们生病 让他们当他们生命被影响之后 也可以来去影响更多人的生命 会不会是因为你自己在之前 你也是被定义为比较好懂顽皮 对 所以你经历过 对 也经历过 可能在学校就是你可能会很常去跑教官士 或者是特别去跑办公室的小孩 对 我自己过去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或许可以能够懂 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遇到这样子的孩子 你会想要跟他们说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我不会说什么 但我会很想要就陪伴着他们 就是让他们真的知道 这里有一个人一直在等你 就是即便可能你现在觉得你很烦 我很烦等等之类 但是他会可以让他知道 这里至少是安全的 对 所以你觉得花时间去陪伴 是比我们所谓的用言语去说服他更重要 对 那你刚才提到像这个单车的课程 跟你刚才提到的陪伴 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讲的更具体一点 这个课程的话 他其实就可以增加我在户外的技能 虽然说我可以骑脚踏车 但是我如何用脚踏车来去带领人 我觉得这是我可以来多学习的 这是可以增加我更多户外的技能 所以我就是很想要更多的来充实我自己 有关户外的这一块 让我不是只是会而已 而是真的也把安全带到这当中 因为走到户外就是会有风险 所以这也是需要来去理解的 嗯 作詞 作曲 李宗盛 自己接受了耶稣的爱 也很想把这份爱 跟旁边的人分享 那我们也提到说 Koala是一个年轻的宣教士 所以跟我们谈一谈 你在过去 你曾经服侍什么样的人 你有什么印象 比较深刻的事情 好像各个年龄层 好像都有特别去服侍到 有一个服侍让我做 最久的是一个 是在一个安置机构里面 那我大概做了 也将近快十年的时间 就是真的蛮久 虽然说一刚开始 就只是每个月去一次 三个小时而已 但因为我们去了很多年之后 有一次我就觉得 我好想问老师 我就觉得每个月去一次 就是你能够给他们的 陪伴他们 其实不够的 然后我就说 老师我们想要多来 但是我们现在 只能一个月来一次 老师说 没有啊 你们要来几次都可以 然后就 真的假的 对 然后所以之后 但因为我们的人力不够的关系 所以我们没有 我们那时候 虽然可以去每个礼拜都一次 但因为人力关系 我们变成可能两个礼拜去一次 但真的可以看到 那个很不一样 我觉得在那边 我都会跟旁边 一些朋友在分享 我觉得有一个 让我很感动的是 在那边的小孩 可能是因为家里的关系 或者是他们犯了一些 法律的问题 或者是等等之类 就是一个安置机构 那里面全部都是少女 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他的背景不是这么的好 可能他的比较辛苦 那在那边的年龄层 其实也蛮小的 我们最小碰到的是11岁 最大的是18岁 所以那个年龄是有落差的 那有两个很印象深刻 第一个就是11岁的那个小朋友 他因为被家暴的关系 长期就没有吃什么饭 然后都被关在阳台 所以他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瘦小 很小之 就是觉得 哇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子 但我觉得一个很特别的是 虽然他是这样子 但我们觉得他真的是一个 很可爱的女孩 那我们就帮他取了一个 恩典的英文名字 就是真的让他知道他真的是有 从神而来的恩典 那我们也陪伴了他几个月的时间 因为在那边 他是一个比较紧急的安置机构 所以不会到太久 那另外一个女生的话 他好像是到安置机构里面 才发现他怀孕了 那就等于是未婚妈妈嘛 然后也是还没有18岁 但那个时候 那个妈妈的脾气非常的不好 更暴躁 所以他只要别人讲什么 他就会就开始 别人讲什么 就是就是 怎样他都不开心 都是不合他意就对了 但我们就觉得 恩 怎么会这样 就是我们也当 我们跟他讲的话 他可以好好听 但他的同学他不会好好听 那我们也觉得 我们可以带给这些女孩的是 耶稣 因为这个是他们 就算他们离开了 耶稣还是可以陪伴着他们 还有经文 因为即便现在背经文很痛苦 但我们会利用不一样的方法 让他们真的可以背起来 就是这个 当你在困难的时候 希望你可以想起来这个经文 另外一个是 我们知道他们的背景 但是我们有外国的宣教士一起去 让他们看到 英文这个是很重要 虽然说你在学校 这什么东西啊 我根本不会用到 但是在这边 我们因为我们有外国宣教士 虽然说他会讲中文 但我们很想要给他们 英文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妈妈 从原本脾气很暴躁 但开始慢慢的慢慢的 他的脾气变 他就可以比较好好的跟人说话 他就不会动不动就生气发火 然后刚开始他什么英文 一个字都听不懂 但是他却慢慢的就是一个字 他说老师老师 你刚刚说那个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哦对 甚至还有他后来还跟我们说 老师我要翻译 我想说哇 就是虽然说他才这样一点点的时间 但是他却可以看到他一个很明显的进步 我们就觉得哇 虽然说我们给的不多 但是这些都是可以让他们可以看到 他们生活上可能可以很需要的 让他们看到 他们其实也是可以学英文的 他们其实也是可以背东西的 不是像别人说哎呀我背不起来啦 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可以带走的 对就是真的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有价值的 就就在这个机构里面 我觉得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服饰 虽然说有时候就只是陪伴着他们 但我觉得这是最需要的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需要被陪伴 所以在耶稣基督里可以看见盼望 好重要哦 对真的 虽然你从小受伤 这么多次 还有之前呢 这样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算是运动伤害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 在你的身上有好多的祝福 所以可不可以在这里 耶为我们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真的不要忘记 你的旁边有人在关心你们 有人在陪伴着你们 当你觉得很孤单很寂寞的时候 真的要想起这些曾经陪伴过你的人 或者甚至曾经上帝跟你讲过的经文 在困难的时候 真的真的真的不要忘记 上帝在那里 他在等着你 他在等着你回头 就像我的脚受伤 我真的不知道 上帝你为什么再一次的让我受伤 我没有目的 我没有盼望 但是因为我有朋友 我的基督大家庭在陪伴我 所以我可以好好的来走过 所以我也很期盼 当你觉得人生很困难的时候 你可以想到你身旁的朋友们 以及上帝他在等你 他一直都在那边等着你 他并没有离开你 那我也想用 我们上帝他给我的经文来鼓励你 然后这个就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九节 他说到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 好棒的祝福哦 今天真的非常非常谢谢库阿拉 库阿拉谢谢你 不客气 谢谢 好棒的祝福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今天要再次感谢杨茜茜 Koala分享的生命故事 也非常谢谢授权给救恩之声 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功当中 如果说你想要更多了解基督信仰 推荐你参加救恩圣经函寿课程 就让圣经老师来帮助你 能够认识圣经真理 如果说你想要参加圣经函寿课程 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 44-80号信箱 台北邮政 44-80号信箱 请你著名云彩飞扬节目 静怡收 静是安静的静 怡是书心旁心旷神怡的怡 非常期待你的来电或是来信 云彩飞扬在救恩之声官网APP 各大的podcast的平台都有播出 邀请你能够来收听支持 并且多多的将云彩飞扬节目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听见好故事得到祝福 静怡在这里祝福你 喜乐平安 云彩飞扬下回见 我是空如地回忆 四处寻找我的心 万片溪水和山林 我心依然无处寻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已无安息途 笑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 眼泪带不走痛苦 我说生命不稀奇 一生叹闭 一生贪喜 以生叹带 Josh 一生叹喜猥陈涂 翻乱扬 求能憑潮水带我走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一晚西途 笑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 有人曾经告诉我 你所正在寻找我 还能够漫妇 我而不怕受那么能力穿 我心中的快乐 我又见到的海洋 我心静静跟随着 我曾经还要将来洋 我爱随着 我爱 functions 一定要静静 我爱恋暖 朋友你已经在哪里 四处奔跑何时宜 如果你还愿意听 让我再来告诉你 耶稣基督救赎主 他曾满足心无数 向他倾诉向他哭 他必是你的宝座 耶稣基督救赎主 他曾满足心无数 向他倾诉向他哭 他必是你的宝座 耶稣基督救赎主 他曾满足心无数 向他倾诉向他哭 他曾满足心无数 他必是你的宝座 他曾满足心无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 为自己 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